跟全国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事情 就是二代健保法案预定明天要在立法院进行三读 不过到了现在的最后一刻 各界的反弹声浪还是非常的大 明天在院会势必将有一番激烈攻防 而其中争议性最大的就是健保费的计算方式 到底要列入哪些收入 如果无法说服民众二代健保比以前更符合公平正义 那么实施之后可能将会引起庞大的民怨 现在连国民党内部都有不同的意见 二代健保法案7号即将进入立院三读 卫生署长杨志良亲上火线 特别针对将增加民众保费负担的部分做出澄清 强调二代健保学士后 占有六成的民众可以调降保费 55岁以上19岁以下没有就业的原住民 通通勉强 现在低收入是一毛钱都不要交 杨志良强调等到社会救助法通过后 还未增加三倍的低收入户 不用缴保费 执政院版本的二代健保法案 以总薪资所得来计算保费 保费费率上限为3.5% 针对无法计算薪资所得的对象 例如家庭主妇 失业劳工等是以基本工资 17280元来计算 机场车司机 贪犯等是以劳保投保薪资来计算 对于资本利得 像买卖股票 土地和领退资金等 则不列入计算 但民进党团认为 这样一来收信阶级一毛都跑不掉 负担最沉重 因此提案将土地增值税和证交税纳入 成为健保附加捐来扩大费机 将可以把费率降到2%以下 不过这个部分还没有达成供需 他对于有钱的人 他没有去设虚拟所得 可是对没有钱的人去设虚拟所得 他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107条大致上 要个体版本的这个标节 有17案 那至于有三案就是会聚会率 还有家户所得 目前二代健保的保费该怎么算 三度前一天两党坐下来协商 还是没有共事 立法院长王金明表示 目前国民党内部也还有旗舰 如果协商不成 只能交付逐条表决 还是会按照计划 在7号通过二代健保 记者林杏郭俊林 应来吉台北报道